那柯P跟這個陳德明沒有能夠會上一會了 不過我還是要想到一個問題 要先來請教到林委員 如果柯P跟陳德明會上一會呢 誰說一定要九個共識的問題 坦白講這沒有什麼太了不起的事 這種開放社會 民進黨的時代 其實李登輝罵兩岸瓜 罵馬英九的大陸政策罵了一塌糊塗 可是你去看兩岸的交易 兩岸的這個經濟的交流 這個數字啊 貿易的數字啊 李登輝的時代後期一年比一年高 到陳水扁是一年比一年高 這就是沒有辦法黨而出對 所以你就不要說民進黨所謂 一種趨勢 那我覺得他們見個面沒什麼 而只是說 不要說選完的時候 才一副覺得兩岸應該很開朗來往 選舉的時候就把國民黨罵成 說造成說跟中共緊密的握手 出賣台灣的利益的政黨 不要這樣做嘛 就是要開朗一點不要那麼虛偽嘛 就這樣子而已啊 這也是啊 這也表示國民黨在兩岸政策上面 如何取得在選舉時刻人民的信任 而不是平時時刻人民的信任 這個反過來我們要這樣子來看 我們要看下面一個議題了 我要先請教宏廷 馬雲昨天來台灣旋風市十二小時進進出出 結果多少的台灣大企業家昨天看他的 聽他的演講 但是他這回說來台灣他想要成立一筆基金 接下來幫助台灣的年輕人創業 因為年輕人還是未來台灣的企業家都太老 現在我們需要大陸的資金來幫助台灣年輕人創業 這是應該是一個趨勢還是我們應該在這邊 喊嚴一下 但問題怎麼會變成這樣 我想其實應該沒有喊嚴的問題 坦白講在這個創業的過程當中 確實這個資本市場還有所謂的你自己的business model 還有你如何獲利營運的這樣的一個模式 這些東西都是都是關鍵 那熟悉馬雲的人就知道 其實阿里巴巴這個公司是有台灣人在裡面幫他打天下 而且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在這裡面 那包括過去其實我們剛在討論文化局長的時候 你也看到了 我們成功的用台灣最強的市場觀察 跟所謂的行銷的一個手法 然後在所謂的內地市場打開一片 就是說所謂不管是華人世界華人音樂的天空 或者是還有 包括其實我們現在所在 我們這個中天旺旺集團 過去也都是這個樣子 所以市場很重要 在全球化的世界裡面 我們可以發現就是說 你就算有再強的所謂的know how 但是你沒有足夠的市場 你也沒有辦法去做一個發展 所以我想我們必須去認知到 就是說台灣我們在這個全球化裡面所處的位置在哪裡 我們沒有辦法 我們不是那種先天 就是所謂的這種很強的 有很大的一個內需市場這樣子的一個國家 而我們 所以大家才講嘛 台灣最美的環境是人嘛 最美的風景是人 所以我們的能量在哪裡 在軟實力上 在人才上面這部分 但是有人才有軟實力 我們還是需要市場 所以要往這個市場去打 那確實我樂見這樣子的一個model產生 就是說透過所謂全球化的資金 過去的台灣其實不只坦白講 不只就是說我們如果把中共視為一個這樣子 一樣國與國正常化的這樣的一個關係 過去的台灣我們竟然能夠容忍所謂的美國這種勾門 Mail Lynch這些 很多的這樣子的一個大投行的這樣的一個資金進來 為什麼我們不能夠接受 中國大陸這樣子的一個方式跟模式 因為畢竟全球化 我覺得國族的這個結構是越來越少的 那把這樣子的一個隔閡打開 其實這我們才能夠拿到更大的市場 是好 所以大家能不能用這個比較寬闊的眼界來看 來看未來 所以同樣的問題我當然同樣問家瑜 好 那同樣的嘛 那對於民進黨的年輕世代 現在馬雲 我們剛剛講的沒有錯 他阿里巴巴其實是很強的 因為台灣的這個CEO也在幫助他 今天特別是在 財務的建構在這邊 沒有他的話 今天馬雲不會走了這麼樣的文件 當然15年他成為亞洲的首富了 好 今天要提供台灣的很多資金 接下來要再配台灣的年輕人 在這裡民進黨是什麼態度看呢 他是要去大陸創業 是 對一樣同理嘛 我資金給你還要你去大陸創業 對 那對我們一般認為說 民進黨在這方面是相對保守的 這個跟政府沒有關係 這就是你們 對 這是市場行為啊 這跟政府沒有關係 是是是 好 那這有點 有關係 有關係 說跟做要同一套不要選好 有關係 服貿協議就保障台灣人在大陸 如果創的業是服務業的話 這個是你要不要相信馬雲啊 其實如果郭委員認知到的話 我們要一直在講 我們要超越新加坡 新加坡模式 新加坡在昆山的模式 其實很適合台灣人做運動 我們不要去大陸人 我們不要去大陸經營 我們不要怎樣 什麼 你所有的限制 你最後你舞台就不見了 所以馬雲的成功 其實看到我們 當時 你在馬雲身上 你看到精神是 年輕時候的張忠謀 年輕時候的郭台銘 年輕時候的市政榮 年輕時候的王永信 那個時候 他們的舞台 他們的市場是全球的 可是如果你現在只看到台灣 只看到台北 只看到你的巷弄裡面 你就什麼都沒有 所以現在選舉完了嘛 選舉完了 因為馬雲他的成功 當然中國政府幫了很多忙嘛 阿里巴巴或是淘寶網等等 那可是你說 他昨天所說的話 他是鼓勵台灣年輕人 拿著中國的馬雲的錢 然後在中國投資創業 在這樣的條件之下 然後才鼓勵台灣的年輕人 那我覺得這有點吃台灣人的豆腐 那我覺得在這種情況下 當然說市場是全球化的 可是畢竟台灣跟中國 是兩個完全不一樣的國家 以現在在中國來講 現在的網路 我們到中國去 Facebook還是不能連 還是要翻牆的 Google進不了中國 為什麼阿里巴巴跟淘寶網 在中國能夠有今天這樣子的模式 要不是靠著政府的幫忙 說實話馬雲他沒有辦法 創造這麼大的規模 因為他了解整個中國的市場 他有政府的幫忙 這樣子的加持之下 他有今天的阿里巴巴跟淘寶網 那當然你說 台灣的市場是遍布全球 重點是我們的政府 有沒有提供給青年創業的平台跟舞台 我們台灣的年輕人 也有創業的創意跟這個能力 那我們的資金 其實台灣也有很多天使投資人 創投 也有很多的企業家 很願意贊助一些年輕人 政府有沒有提供這樣子的平台去協助去做媒合 這也是非常重要的 沒有嗎 所以其實台灣年輕人也是很有機會的 所以我說馬雲昨天的這樣說法 是在吃台灣年輕人的豆腐 不是要拿資金 他說他要用一個 成立的基金 大家一起來 那個裡面的技術資金可能有全球台灣的 只是要幫助台灣的青年 但是要去中國投資 在中國創業 那是一個民間的活動 這不是吃台灣人的豆腐 創業可不可以 喜歡用的人去用 如果這個基金是在台灣投資出來的 這真的不是吃台灣人的 前世人家出的 條件在這裡 就像你要領獎學金要符合什麼條件 你不符合條件就不要來申請嘛 他的條件是到中國大陸去創投 有四個城市就是台灣的東西 第一名是嘉宇 沒關係我問問嘉宇 你從來沒在淘寶網上買過東西嗎 說實話沒有 OK 好 還是壁壘分明 我們待會回來 沒有